吃慈名牛肉麵 之後衝上雲宵去動動一下不會停的貓空纜車 走到故故地去吃炭火網燒燒肉 飲包食就去這間專賣ARTOY的大熱品牌旗艦店 出發 現在大約十點多 我們先去吃東西 之後去哪裡呢 跟著我們來吧 雖然店舖細細藏身在行仔非常隱秘 但為何長期都大排長龍呢 因為這間樓山東小吃店曾經獲米芝蓮必比登推介 贏過06年台北牛肉麵節 傳統組冠軍 還有很多名人吃家吃過都讚好 明星響當當就自然在冷行都多人光顧 那就當然包括第二次來的我們 雖然位處於行仔難找點 但其實台北車站走過來都很近 這裡開朝八晚八沒有落場 星期日休息 不過如果你對食物環境有要求 或者有潔癖就不要來了 這裡座位好不潔 近乎沒有冷氣都要留意 食物方面除了牛肉麵還有排骨和小吃 我們就當然是吃最出名的牛肉麵 如果你都要就留意青燉和紅燒的湯底是一樣的 他們的分別只是牛肉有不同 不過我就不太懂什麼部位 我只知道青燉就一塊塊 紅燒就一塊塊 吃起來不乾不柴 爽口不純 挺好吃 麵有粗麵細麵 你怕難當幫我看看他們有什麼分別 叔叔我看到豆雞也分不到 湯方面有淡淡牛骨味 不用鹹 喝起來清清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但是湯這麼清我覺得真的有麵鮮鴿 麵這麼粗不掛湯 吃起來就好像湯還湯麵還麵一樣 一個AM一個FM 大家都不適合頻道的 最後不得不提的就是桌面兜豆豉 這裡也有教一粒豆豉咬三口 一片牛肉咬三口 再喝一口牛肉湯 我就很喜歡了 你怎麼都要試試 本來我們是打算去湯來的 但是現在已經十一點幾十二點了 然後有一點毛毛魚 又怕會下狗屎 現在我們就決定暫時將湯來的行程 擱置住先 現在我們就去之前去過的動物園 不過呢 之前我們去動物園 就沒有去旁邊的貓空男車 所以我們就先去貓空男車 如果時間去好的話 我們就去動物園了 我們五六年前來過這裡 那時候就跟他拍了一張勁量的貼紙照 就是在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就來到這個動物園前站 在第一季 從台灣五六年前 錯過的男車 現在我們先去到這裡 不過現在下雨 希望它還有 不要像之前 我們去的那個是沒有開的 啊 別虎 我們之前去別虎那個 因為下雨了 所以就不開 現在不知道 不過我走過去很近的 我們先去看看 好了 我們就上了這個貓空男車了 那它呢 可以買 逐個站的票 因為呢 它總共是有四個站的 或者呢 可以買一日票 一日票呢 就二百六十塊台幣的任答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隻呢 三百塊的呢 就是 它那個一日套票 再加上呢 可以在它那七樣的products 有些飲品啊 雪糕啊 那裡去選一款 除開就十塊去換 其實又不是便宜很多 便宜了幾十塊台幣 貓空男車是台北市第一條男車 全場四點零三公里 搭乘時間約二十分鐘 行駛路線呈L字形 一共有四個可供遊客上落的停靠站 分別是動物園站 動物園南站 指南宮站 和貓空站 另外中途還有兩個 沒有得上落的轉角站 主要用途是引渡降纜 進行差不多九十度的大轉彎 也是貓空纜車的一大特色 這個不是站 哇 你看我拍得多漂亮啊 兔你看我拍得多漂亮 看起來都ok漂亮的 但現在下雨 玻璃蒙蒙一片 走到總站 總站這裡是貓空站 我們又買傘 上個月在仆江我們又買了一把傘 然後我拿去寄倉 最後是不見了的 因為我在說這把傘 這些無聊東西的時候 瑩瑩已經變身了垃圾袋人 在哪裡 垃圾袋人在這裡 瑩瑩同款 貓空是木山茶區東側的小溪谷 這裡沒有什麼貓 何解會叫貓空呢 話說為什麼這樣叫也有不同的傳聞 其中有傳因為地質鬆軟 河床在長年的衝擊下變成很多凹凸不平的胡穴 而溪水流過就像貓爪一樣就叫貓空 也有傳當地居民叫這些胡穴的發音 近似貓空的台語而得名 貓空曾經是台北最大的產茶區之一 而鐵觀音聞名 現在就轉型了觀光產業 有很多休閒茶方 我們就沒有喝茶了 不過就用剛才買的套票換了鐵觀音雪糕 大大杯幾香幾滑都挺好吃 美中不足的是餅和桶都軟了 要靠一點點分 因為今天不是假期的關係 還是下月 這裡本身應該有些食物去買 然後可以在這裡看風景 吃東西喝東西 但是都是沒有開的 唯一終於有一個大傘的景點 就是這個 一個很有中國大陸色彩的打卡位 這裡好像是行山一樣 剛才我們就走了到張樹部 走了一會兒 我就不斷買算了 很滑 然後轉頭形形就滑低了 它那件魚褲還想循環再用 讓大家看看魚褲變成怎樣 看不看 我們對鞋不是行山路 還可以行得很方便的鞋 我也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現在我們又打算算了 搭回去上一個站 我們就由貓空倒轉去紫蘭宮站 因為下雨的關係 商店全部都是收工模式 根本不可以這樣 看風景的話 看到嗎? 白茫茫的一片 建於光水十六年 即是公元一八九零年的紫蘭宮 俗稱仙宮廟 以供奉夫有帝君 也就是大眾認識的八仙女洞賓 易得名 紫蘭宮建築分為靈宵寶殿 大紅寶殿等四個部分 這裡的建築是很有文化和藝術價值 另外這裡曾經有傳聞說情侶不離得紫蘭宮 來完會分手地說 之後廟方澄清說沒有這樣的事 還特地在後山製作情人性地和心形愛情所來吸引遊客 不過由於下大雨鏡再滑死的關係 我們都只能夠在纜車站口到錢一遊 拍不到給大家看了 我們現在來到終點 就是剛才的起點 打算下來販賣店看看有什麼看 打算買一些磁石紀念品 下來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給我的感覺好像沒有人來的旅遊點 但是我們沿途坐纜車會看到一些對面的纜車 我看到其實也不是說真的很少人 平均五輛纜車經過三至四輛都有人 而且今天還是下雨 為什麼會這樣呢 來貓空終於看到有隻貓了 不過牠是野生的 不是這裡的站長 因為外面下雨可能被牠在這裡避 我們現在就回庭了 動物完了skip了 因為現在已經三點多了 下雨的話可能動物都躲起來了 而且也沒什麼時間走 嗨 我們轉眼間已經坐下了吃燒肉奶 這間就在西門町附近走 大約五至十分鐘 那你點個二人餐 裡面有牛有豬 Toto是六樣東西的 那就一二八零台幣 那除發開是三百元左右 一坐下就有湯免費提供 湯都挺好喝 燒肉的醬汁都不錯 這裡是用炭火網燒 不過爐都挺小 每次都只夠燒到兩塊 烤網很難燒 好易黏住了和很快焦了 每燒兩塊肉的網就燒到要找人來換網 都挺麻煩 換到自己都不太好意思 不夠飽都懶得追加 不過要讚的是 員工偶爾都有主動過來幫你換網 追加了可樂 沒見過有這麼細節 而肉就大約兩塊水燒肉放題的質素 豬反而好過牛 整體來說普普通通 之前在Google看到好高分本來都挺期待 食樂和期望有落差就難免會失望 不過有卡位坐有免費湯龍雪糕 還送了一碟杏鮑菇 叫做有腐胃到小小我弱小的心靈 和巨大的胃 說錯了 是營營巨大的胃 吃完燒肉走到西門登 一走進去就被這間外場 好像復古劇院的建築級吸引眼球 而這間是Pontmark全球最大的旗艦店 總共有五層 一至四樓是對外開放 每層都有不同設計 一二樓有各款手帆和盲盒 我們沒有幫襯 就好像去了博物館一樣大開眼界 因為那些公仔很多都很漂亮 令到沒有儲開公仔的我都差點 忍不住想買回一兩隻回家震驚蟑螂 而三樓是Mega珍藏館 展出了Pontmark以前賣過的大型款式 好像我們這樣白狀沒有幫襯都不怕 這裡擺明是被人拍照打卡 而四樓就是藝術展示空間 這裡會為設計師舉行展覽 可以讓大眾更加進一步去認識 設計這些漂亮的公仔的設計師 因為剛才燒肉吃不飽 看完公仔又找食物了 走過累了 看到這間意粉沒有多看就衝進去 我們點了兩個餐 跟餐蒜蓉包 淡妙妙凍冰冰 硬挖挖 湯沒有味 好像鹽溝水 我都很善 但意大利麵達人連意粉都煮不好 軟滴滴 醬汁又沒有什麼味 因為整個餐沒有一樣好吃 全部不合格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之前我們繼續拍片 就按個讚和訂閱我們 我們下集見 Bye Bye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介紹吧 請不要 請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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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